接下來要介紹名詞 我們說坡的分類有前面交過一個根據要不要介質分做什麼 力學坡跟電磁坡 還有另外一個分法是根據介質的運動方向跟坡的前進方向 分做所謂的重坡跟橫坡 根據介質運動方向與坡的前進方向 分做所謂的重坡跟橫坡 那什麼叫重坡什麼叫做橫坡 橫坡就是坡的前進方向跟介質的運動方向互相垂直 像這個圖形上顯示的 是向右走介質上下動互相垂直 它就看起來高低起伏 所以要叫做高低坡 譬如說水坡跟神坡 我們國中就記水坡叫做橫坡 但事實上水坡不是單純的橫坡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前面不叫電磁坡嗎 電磁坡也是橫坡 你說老師電磁坡又沒有介質 那哪來的什麼介質運動方向 它有別的原因 我們國中不管 你就記住電磁坡 光坡是橫坡就可以了 不用管原因 所以呢 水坡神坡就是橫坡這圖是彈簧坡 彈簧坡也可以是橫坡 但它也可能是重坡 重坡就是坡的前進方向跟介質的運動方向互相平行這樣叫做所謂的重坡 看起來就一疏一密 又叫做疏密坡 照片上顯示也是彈簧對不對 所以彈簧坡可以怎麼樣 彈簧坡可以是重坡也可以是橫坡 看你怎麼抖 你上下抖就變成高低坡 你前後抖就變成疏密坡 所以就可以知道 那像我們國中教的深坡 我們只教空氣傳聲 空氣傳聲音就是重坡 所以你要記住深坡是一個重坡 那我要你背什麼叫重坡什麼叫橫坡 一個互相垂直一個互相平行 很好背會寫字就會背了 你會寫橫 你會寫橫 你就發現它到處都在垂直 到處都是垂直 你會寫重 你會寫重 你就發現它到處都在平行 所以你會寫字就會 你會寫字就會知道橫坡叫互相垂直 重坡叫互相平行 會寫字就會 不需要怎麼樣的弄就知道 所以要了解什麼叫重坡 什麼叫橫坡 背起來記住 OK 這邊有一個重坡跟橫坡的影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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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一個重坡 兩邊的重坡 那什麼呢 一邊有鉛 熊彈王 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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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看 它是如何發生的 用手推壓彈簧一端 製造震波 讓我們放慢速度來看 彈簧的震動方向跟傳播方向 互相平行 這是重波 彈簧的震波 這是內階的震波 你將看出它有什麼不同 它又是如何發生的 用手上下搖動螃蟻一端 製造震波 公關速度來看 彈簧震動方向和傳播方向 相互垂直 這是震波 他們分別有叫做高低波與舒密波 請你給他們配上新移子 現在讓我們放著角度看看 兩波有什麼不同 兩條上桶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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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波的係數下列合者正確,合者正確,名車戰界問 現在換女生對不對,男生25,25,25,幾例,答案 答案啊,5,4,3,2,C,請坐 神波是橫波,我們前面教過了,重波就是要互相平行,彈簧可以有重波也可以有橫波,所以上面都是錯的 只有水波是以水為介質,所以它是一個力學波,力學波是需要介質的,所以答案選A 就是簡單的練習02,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重波及橫波還有一些,問了一些有關於波的問題,可以嗎?可以